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和它相应呢 因为你没有把这个身体完全交给它 你交给它了 它起心就是你在起心 它动念就是你在动念 它的思维就能够辐射到你的身心里面 你只是一个躯壳 而灵魂就在它的里面 所以你才能够进步和它同一体 你完全变成它的化身 任何一个修行人 乃至任何一个社会上 只要是事业有所成功的人 都必须经过这个阶段 就是把自己的身口意交给你的老板 交给你的老师 只是有的人一辈子交不出去 有的人一辈子交出去 而又出不来 要想成长成熟 要想万物同一体 要想成为个体 必须经过这个阶段 只有把自己交给对方 才能够和对方相应 只有和对方相应 才能够和对方里面 再分出来成为个体 一旦你成为个体的时候 对方所有的你全部 就相当于你这一滴水 放在大海水里面 然后大海水里面 所有的属性和特征 你都具备的 然后你这一滴水 再从大海里面再出来 大海有什么属性和特征 你这一滴水里面 你全部有 再一滴水里面 再一滴水里面 还是三滴水的